客服老挖又来了 大的能跟你出来玩吗 现在 大的只有寒暑假的 大的现在不行 你要是六个人以上 自行是房车里边 如果说六个人以上 在国内啊 目前你能够玩的 并且说玩的还挺舒服的 记忆本上你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因为你想 你就你看过我视频 你也知道 它房车里的空间很有限 就像咱们一个卧室 一个卧室仅六个人 那肯定也不舒服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你别忘了 再好的房车 它也跟卧室不一样 卧室呢 是钢琴水晶混凝土建筑的 那很幽 对 房车里边 一点不夸张的说 一个人翻身 另外一个人肯定感受得到 哦 这是第一 睡不好 说白了睡不好 然后一天两天行 对对 睡不好 还有就是卫生间的问题 上厕所 房车工件就要别小 第三个就是 咱们话落的糙一点 都都没老爷们 放屁的问题 哦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一个车里住六个人 那放屁基本上就连上了 就是他整一个 过一会他整一个 你空间大 你可能感觉不到啥 但是房车空间小就不太行 所以就是 住这些 再加上这个做饭 就是房车你做饭 虽然比较接近家里吧 但他毕竟不接近家里 你像水呀电呀 对吧 他都是有节制的省 你这个情况给你断明白的 我明明确确的告诉你 就只有拖挂适合你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坐在自行式房车里呢 我开着我那个自行式房车来海头山谷来了 今天已经在这待第四天了 就是我一直认为拖挂和自行各有各自的优势 我这次之所以开自行式房车来 就是因为我家老二刚起个月 我们没打算去爬山呀 去逛哪哪 我们就是把车往这一停 就是关山落井了 自由的地方 对 关山落井了 所以我就开这自行式房车来了 那拖挂的优势在于什么 就是之前我带我家大姑娘出去的时候 那到一个地方 孩子要去海底世界 要去游乐园 对吧 要进市里买吃 我们要下馆子 那拖挂肯定就更自由一些嘛 明白了明白了 也就是说 那你现在等于是两种车都有 是不是 都有啊 我懂了 那也就是说 我不管买哪个 先拿一个玩 然后需要的时候买两个 都说的有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 哥你这么理解就错了 咱普通老百姓家 咋可能一个人买两个房车呀 我跟你说 我用两个房车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第一 这两个房车都不是我花钱买的 就是你看到我的那个视频 最早那个自行是我买的 后来那号币也是我买的 我现在用的是中天的自行式房车 加这个法国卡莱尔的这个后卦 这两个车都不是买的 是因为他们请我做形象代言人 给了我一年的使用权 就是我是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第一 这是我的工作 第二我只有拖挂和自行 我都玩了 我才能告诉你们怎么去选 对于当普通车友来讲 不可能买两个 因为你的游玩方式 要么就适合自行 要么就适合拖挂 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这是你在做选择题 我刚才是挺喜欢 就是在房车大世界 有一个英国的策划 当时它的价格 对 大概卖到45万左右吧 还是就光车 后来我觉得有点太贵了 我觉得没必要 完了我现在发现啥呢 二手的便宜 就是你就是一玩嘛 你买那么贵干嘛 一年半载的一年两年 那无所谓 是不是 老万 你这样 咱那个电话一两句说不清楚 我现在也是在广西玩的 这也在曹阳这边 那咱俩约 我约你吃个饭 玩玩玩聊 行 不着急 行行行 让我参谋参谋看一看 行 好嘞好嘞 那你先抓紧玩吧 行 好嘞 拜拜 有电话了 好嘞 常联系 拜拜 拜拜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